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可能对哪一类的话题有兴趣 人家是智能算法 这个怎么玩游戏呢 我们这么玩 我们三个人把手机放在桌子上 你根据这个推送来猜一下 是我们谁的手机 太容易了 来 调一下顺序 好了 这三台是吧 对 这个都是民生新闻 那肯定是孟爷爷的 好吧 这台孟爷爷啊 这个都是少女用品 那肯定是你的 错 这个都是吃的 姐姐是你的 对呀 那接下来我就来发一个背头条 看看能不能上个头条呢 一 二 三 好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今日头条APP 看一看我们的自拍 下载今日头条 忘掉你的烦恼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烦恼者的来信 我又一个爹 用了六十年的亲身经历 告诉我什么叫天真无邪 天真在于耳根软 别人推荐什么 他就买什么 无邪在于不计事 吃了天大的亏都无所备 背后有了眼的微笑面对 家里卖了房 有了闲钱 我问他 钱呢 你看 我用卖房的钱 买了一个大豆 保费 保健 床垫 实惠 我问他 什么 一分都没剩下 花钱买酱汤 又说吗 不对啊 你看看他 明明被人忽悠吃了亏 他却天真的以为自己都对 最近他用你上了稿收藏 锅碗瓢盆 啥碗一眼都往家里带 前前后后花了十几万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前段时间他生病 做了两次大手术 还没来得及静阳 却异想天开 想要浪迹世界赚大钱 我的老爹啊 别再怎么天真了好不好 为了你的白日梦 你真的要把命都搭上吗 孟爷爷 救救我这天真的老爹吧 这就是我非说不可的烦恼 一个老头 老头搞投资收藏 买了各种床垫 床垫 然后古董 不知道造了多少钱进去 十几万 至少 十几万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十几万不是小说了 是 这是他女儿写来的是吧 她闺女 对 那我们先把闺女叫出来问问吧 有请 好 暖暖的999感冒零 温暖你的心 让我们有请樊刀哲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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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是女孩 我带了驴品 孟老师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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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们河北张家口 监职 对对对 应该你知道 咱们是半个老乡 她都买了什么保卫 打开头就说床垫吧 床垫 床垫 我是不是还没自我介绍呢 对 来一下 来自河北张家口 你好 我来自河北张家口 我叫贾薇 今年咱们俩一边大 属狗 94年呢 对对 本命年 你爸爸买的第一件 让你们肝疼的东西是什么 最早第一次你们发现 她有这个症状 床垫 是我小时候的时候 哪年 我三年级 小学三年级 你三年级 也就是我三年级 92年的事 那个床垫多少钱 当时的价格是 两 将近三万吧 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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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大的枕头 然后加一个床垫 我92年在江苏电视台当临时工 一个月挣300 你爸就买2万块钱的床垫 当时是卖了我们家一套房的钱 把你们家的房 变成了床垫 正好这个机缘 就有人来推销这个东西 我爸觉得 而且他身体一直也是不太好嘛 他也觉得 那就是为健康嘛 就买了 你看那个床垫啊 算保健品类的门类 对吧 那开始搞古董收藏 是什么时候开始 这个是近几年 就前些年吧 不是一直就是挺 挺实行这个健保啊 赏保啊这些 他一定是看了些健保类的节目 对对对对 很多的电视都在搞这个 他倒不像是马卫都 不是 他就是 王刚 他当然是 就像欣赏孟爷一样 很欣赏这些主持人 你让他多看看我的节目 一定不会给你们家糟钱 我就跟我爸说 只要你喜欢 我觉得花点钱 无所谓 是吗 但是就左一件 右一件 从小到大吧 但凡有人知道 他这个人能收这些东西 近代的也好 古代的也好 就跟他说 这东西值得收藏 他就买 他不分门类 对对对对 你跟他说保健类的东西 这老爷子值得买 好 过来他说一把保健 那是哪个潮子 他就收藏 那他是就热爱买东西 还是说他就比较容易上当 有说什么东西 这一颗特别 就像刚才念到的一样 是有一颗特别特别天真的心 我能讲一件 我就来之前的事 就是我爸 我正在屋里那边睡觉 我爸在那屋接电话 大中午的 我就听见我爸突然在说 我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 生日什么什么什么 生日要号码 马上了 我刚刚刚开始说 密码是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就容易相信人 特别容易相信人 按道理说 这岁数这阅历 什么都见过了 对啊 你吃得严重 都比人吃得饭多 是 我也这么觉得 其实我爸 有的东西看得挺开的 就正常咱们家 他可能把钱看得挺开的 看太开了 对 我实在受不了了 要不然我们把老爷子 请出来聊吧 好好好 有请 大家好 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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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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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跟您拥抱一下 哎呀呀呀 这是什么呢 您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孙 哎呦 不敢大孙 来来来来去 好 好 好 我拿着拦拦口 叫贾庆座 哎 闺女给咱们太太礼物 咱们这么大气的事务所 也不能客气 是不是 所以呢 送礼物 哎 那我觉得这样子 我们节目组也不能空手 无乳糖 牛奶 不含乳糖 特别的好喝 给你父亲也带上一瓶 关购 关购 大家好喝吗 好喝 好 好消化 说话来 又舒服 又好消化 对 有话非要说的官方奶制品 送给大爷 哎 我问一下 你们家管钱是 现在我老婆全管 全管 全管 也不剩什么 老婆也是 但是他还要 我需要我就要一部分 我不需要我媳妇打 如果现在要再不管过来的话 你们家钱也就不胜多少了 有些花钱的道啊 有一部分叫消费 吃啊 穿啊 旅游啊 就是消费 有一部分呢叫投资 我爸吃穿旅游都不舍得 我爸典型的看小不看大 别人家众 这是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叫大 什么叫小 就是啊 关键不一样 就是 对 不能完全听他 您看您这么多年 买了这么多东西 有吃过亏吗 这么说吧 咱们甭说我了 马卫都 最大大价了吧 说马卫都没吃过亏 我也不相信 那您吃亏的比例 百分之九十几啊 不过有些东西啊 比如说一块何田玉 你说多少钱呢 你喜欢 你喜欢它值几十万 不喜欢就是一块补石头 对不对 太棒了 旺老师行家 这是行家 乱喊我 九二年的时候 您买过一个床垫 保健床垫 它的保健功能怎么样 这个床垫当时啊 也是特别好一个朋友 我一上班还没下班呢 等会儿等上了 他他他他 吃饭去 吃饭去 接着把我家属一拽 凡是家有几个垃圾人 一天 两天 十十天半 一个月连续叫您这么吃 就是为了让您买这床垫 吃了那么多顿饭 饭钱 饭钱都回来了吧 吃人最短就在这儿 你就拿那两万块钱 就当那一个伙食 也贵了点啊 也贵了点 尤其九二年 后来怎么想的呢 咱就挡着能保健吧 你要老不老吃 你这玩意没意思了 没有 万一咱要真正说 起到保健作用 也是好事嘛 老爷子说的词是万一 都万一 万分一 是不是现在还在用 现在不用了 没点歌了 也确实不孵分 这朋友还来往吗 啊 这朋友还来往吗 还不错的 还来往 他后来 他还请你吃饭吗 对 他不光是买东西 他什么都信 他这颗心啊 就是什么 你别说这个 我还觉得大家都能看得出来 老爷子这个 从面向上看 笑不思的特别开朗 特别健康的这种老人 他就有一颗单纯的心 相信这个世界 相信人都很美好 特别美好 对啊 多好啊 但有那种看谁都怀疑 觉得谁都要害自己 这种性格可能容易得病 是 你爸呢容易上当 他这个别人病好了 把我和我妈的病 激得越来越深 你爸这个病 只有一个办法 把钱给他管住了 他就没事了 每个月给50块钱零花 他一定不会出什么大话 那开始搞古董收藏 是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看看贾老爷子 收藏的这些东西 这个是 这个是 你看看多漂亮 这个就是近大的 这是不是 这是大河里边的石头 大河里边的石 对 就是 你看那个猫头 小龙头多漂亮 底下那个 哪有猫啊 我没看见 你看那个小金马口 白色 我真没看见 这是大河石 一种爱好吗 喜欢啊 这是咱们现在工艺品 就是咱们现在做的 普通就是椅子 但是我喜欢这种样式 明代官帽椅 对对对 我喜欢这种样式 这椅子现在是摆到 我爸的卧室里了 之前摆在客厅里 把沙发挪走了 就这俩椅子 谁来 第三个人没地儿坐 就这俩椅子 美吗 这个厉害了 左边的这个是 这个是河南军瑶 右边的是王二小 这个我们插个话 这件瓶子 右手这白色的 白色的这个 我爸有一次去一个 十多年前啊 去有一个工艺展品展览会 街上的那种特套甩卖 然后有一个人说 哎呀大哥这个瓶子怎么回来 我爸特别高兴 大师的作品 嗯 有证800买了俩 特别高兴回来了 我说800就800 行了 对家里喜欢就行 然后我朋友聊起这事了 是不是在哪里哪广场 我哎就是 我80买了俩 他80那肯定这种是不一样 对 肯定不一样 鞋嘴 哇 老爷子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把剑 这把剑来说是真正的战锅 这个错不了 这些剑窍呢 木质剑窍 木质剑窍能留到现在呢 也不容易 真的 从战锅 2000年啊 这个木头都没坏 这个木头太棒了 木窍这不是战锅的 木窍后来这俩不是一套的 后座的 后配的 我觉得这个剑绿色的颜色 上得有点厚了 尤其的颜色标好又美好 饱和度有点高了 不是 这可能从这上看着 不是特别真实 但这东西经过鉴定的 真的哪儿 哪儿鉴定的你可以说说 他自己找人鉴定 绝对真品 那都不叫鉴定 是他们那个所谓的小圈里说 你这个保准 真的啊 这放心吧 我闺女啊 谢谢 老对我这个收藏东西说 真不了 因为这个事啊 特意给我找了一个鉴定专家 这事我能说吗 因为是我找的前前后后 按实实说 实实说话 实说 我托朋友 首先是很可靠的人 这个人呢 他不接受任何的买卖 在文物界 我好不容易找到人家去 不是说鉴定吧 给看一下 我爸说 如果说这些东西 他都能认出来 是什么东西 我就信他 去了以后 人家把年代 为什么有这个东西 所有所有的 全部都说出来 最后结果是 基本上没有真的 我 对 对 我爸当时没有 没有面露男色啊 但是我感觉 已经拉下脸来了 这实话吧 爸 没有 没有瞎说吧 前期 以后的 基本过程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事我得说 我真的从我那里挑选的 打开门 验活 傻子看 这是真东西 都是好的 我爸的意思 其实去验那专家去了 他拿他的真货 去验专家的真伪 对 约队是这样 是吧 您说得特别精神 您今天有带什么 这个 食物 我们看一看 哦哦哦 还有食物 来来来来 我们看一看 打好了 打好了 放这上面就行 来来来 我们来看看这个 小心 小心小心 榨汁点疼 这上面和写上的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个是 这是黑瓷 黑瓷 现代工艺品黑瓷 紧搁进的 这一顿我买是3000块钱 通话 这实会啊 但是我要买它 因为它有唯一性 什么叫唯一性 它摇变 你全国再生产 样子可以一样 但是这画面不会一样 你们河北倒是有一个摇很有名 定摇在河北 哦 对 在河北的许阳 您说得很定 定摇白瓷很有名 海尔珍就是你们河北的 是哦 看来您真是总康 这块真正的河田玉 而且是紫料 给大伙看一下 撒金鸡 这您给出来了 我来看看 你看一看 这个应该是山料 什么叫山料 山料是山上的 紫料是河里的 你看这个像 真正速度像 但是这块料是非常美的 白白净净 完完整整 叔叔这玉 你多少钱买的 这块牌子肯定上万 我是这么有观念 玉无价 说只一块钱 它也就是这么回事 说只十万 可能我还不给你 就这么个道理 这就是收藏的意义 刚才我看了一下 我的感受是什么呢 收藏这个东西啊 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上当受骗 这是非常容易的事 为什么我搞这东西 看电视人一眼 谁谁家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 我就说 我们家老人 怎么不给我留一件 所以有这种想法 就说不行 我得给我们孩子留点东西 对 人家留点东西 比那钱还好 对 他总说 想留点传家宝之类的东西 给我留着 挺好的 这些 放任气吧 哥现在可能 没有到你想象的那个高度 再过几千年 哎 你哥几千年 你把这个东西 你放过三千年 他也是吻我 对吧 哎呀 这个我刚才看了这一圈啊 我也不敢冲行家 电视机前有得懂行的 我们要说得不好 也会丢人露怯 但是我倒是建议啊 老爷子 咱们在这么多门类里边 咱们能不能开口小一点 就去研究其中一个门类 比如说啊 你说的特别 有青铜器 瓷器 玉器 字画 杂件 有这么多种 您要想都懂 都明白 太难了 你非得像马威夺这样 非常非常对 像王刚那样 就不容易啊 非常对 你看在故宫里边 他也分 比如某某某 研究字画的专家 字画他还分呢 他还分就是那个 宋元时期的 还是什么什么的 他也有 咱们把爱好 稍微归拢归拢 不要有这么多 咱们家的银子是有限的 第二 你要学习的精力也是有限的 好 你要说喜欢瓷器 中国的官邀就那五个 官哥乳定君 五个邀最有名 不瞒您说 我对瓷真的真的不懂 瓷器啊 瓷器我一点都不懂 你要说玉呢 玉它分两种 一种是老玉 一种是新玉 很多人建议不玩老玉 老玉都是从墓里边出来的 玉这个东西啊 分前30年人养玉 后30年玉养人 它需要年头 所以现在人玩一般玩新玉 中国有好多种玉 独山玉 秀玉 还有昆仑玉 中国最好的玉是和田的 您刚才说那是紫料不对的 那个不是紫料 那是山料的 看我有外行啊 然后呢 在玉里边啊 有很多种类型 最不值钱的是牌子 它比较齐整 咔 一裁一个四四方方的起来 什么东西最值钱呢 窝图 不对 器皿剑 碗 斩 瓶 炉 这些东西值钱 你看皇上在宫里边玩什么 碗呢 瓶 炉瓶 煤瓶啊 这些东西为什么呢 为什么那么值钱呢 器皿大 第一 它大 第二 它要把它掏空了 它整个这一个圆形啊 它不能有任何地方是坏的 要多大一块玉 才能把它掏出来 做工也复杂 所以最值钱的玉器是器皿剑 器皿剑下来 就是刚才您说的镯子 镯子再下来 就是最不值钱的 就一个牌子 四四方方的 最好的玉都是不雕的 叫美玉不拙 孟老师 插句话 您给我看看这个 没有 这个我真不敢说 我怕漏气 您慢点 您慢点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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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完这个 您就不能再给它看了 它还有 不能 没了 叔叔 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个皮是假的 好 这个皮是能做上去的 这个长得特别明显 这块皮 而且这个一定不是紫料 不是紫料 它这个应该像山料 或者其他的料 这个我不敢乱说 说的就丢人 但是呢 你再这么来说 你睡觉不各的难受吗 还两块 心里喜欢 真喜欢 不让你们笑了 真喜欢 而且玉要贴身贴着皮肤的那种玉 你一定要用原石 原石是没有加工 没有打磨过的 像您这样的 收一块比较好的和田玉 拿手里边把玩 把玩 它才会有包浆的形成 不要多 有这么一两件就可以了 但是你得研究 你得识别 它是昆玉啊 它是和田玉啊 它是和田子料啊 还是和田山料 对对不对 大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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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爷爷 我能说 其实我这次来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嗯 就是我爸现在想 之后想闯天下了开始 我爸因为这两年 身体确实不太好 做过两次大的手术 一次是开胸 肺里面长了一个东西 嗯 还有一次现在心脏支架 到现在还有一个 那么粗的血管 因为没有大支架 所以身体不好吧 我就希望我爸 能倾下心来 有一个就是正常 中老年人的生活 嗯 不要再去想那些 我想是异想天开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 大家认为的这种 这这种不可想的一种事情 只要他高兴买点东西 就是 无所谓 花点钱 在咱们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快乐是最大的 对 这个老爷子开开心心的 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先投票好不好 来 这个姑娘来 反应的这个烦恼能够成立 1 喝口好吸收的书画 侮辱糖牛奶 请关注投票 rho 说说这个一共200票 104个人支持你姑娘 我也不知道 你有96票 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 我特别理解女嘉宾的苦恼 看老爷子这个状态啊 你想转变她这种收藏的爱好 是很难 但是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我不转变 你别让老爷子买 你找朋友你买点真货送给她 你真的 你一年给她买两三件真货 你不明白老爷子在买 这种获得的乐趣 对对对 她只能安排朋友卖给老爷子 对对对 她把钱收回来 我也想过 你看刚才我再补充一点啊 我再补充一点 我觉得你爸爸性格非常好 老爷子性格开朗 家里边有这么一个老人 乐乐呵呵的 这不比一天到晚愤世嫉俗 成天家长里短的 这个看不惯 那是讨厌 要是这个你家里边 有这么个老人 你躲不开心 你看你那种心态挺好的 对 第一次 刚才我说到了 我们很多的爱好 不管什么爱好 只要我们要想把自己的爱好 弄得比别人好点 那就得付出一点学习 有这么多知识 你得去钻研 但是一个人的精力有限 60多岁了 什么都学不太可能 咱们把口收窄一点 研究其中一个门类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特别 第二个建议 第二个建议 这个玩意儿啊 太费钱了 你不能一一就这么买啊 你买 你挣多少钱 你给我买这个玉器啊 所以呢 买两件 往外倒腾两件 然后又有了钱之后的 再继续倒腾 它就能盘活了 好 我就这个建议 你觉得还成吗 还能听得进去 下一代不买了 好 好了 还买 好 好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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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毛病 来 挺好的 来 来 谢谢 谢谢 谢谢您的礼物 讨厌了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恭喜你 获得ABC节目的 《关爱大礼包》 烦恼不见 自在舒心 如果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感觉到 以后自己的爱好 也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人的感受 结合一样 是家里和和睦睦睦的 真是最好的 今天非常开心 也基本达到我的诉求 很开心 能有这样一个 跟我爸畅聊的机会 谢谢大家 下一篇 下载今日头条 忘掉你的烦恼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 烦恼者的来信 下载今日头条APP 真相逆的故事 今天头条APP 提醒您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书画无入汤牛奶 营养细化更好吸收 提醒您精彩 下载今日头条 看你关心的头条 听孟非解忧 看今日头条 本节目由今日头条APP 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营养细化更好吸收 非喝不可的 舒化无入糖牛奶 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铃特约播出 本节目由幻星升级改变只为更完美的ABC赞助播出 ABC活出健康美 下载今日头条 忘掉你的烦恼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烦恼者的来信 孟爷爷 你好 如果我的女朋友是一片大海 她的心就是那根海底针 这根针扎在我们微信聊天里 对话结束的时候 我给她发了一个再见 她就暴跳如雷 刘翔想分手就直说 暴跳如雷 暴跳如雷 为何再见 后面要再加一个句号 是不是我们的爱情已经走到了句点 这根针悬在我头上 我说多喝热水 她说你太敷衍了 我说早点睡觉 她说这我不知道吗 我说空调打高 再泡泡脚 她说电费你浇啊 还是热水你烧啊 当我陷入不知所措 无话可说的时候 她就对我说 刘翔 我知道了 你不爱我了 你连一份关心 都不敢再给我了 这根针还横在我跟朋友中间 我跟朋友打个电话谈谈心 晚回复她几分钟 她直接就找到了我朋友 给你一分钟挂掉刘翔的电话 在一起快一年 被分手十几次 我给她的欢欣和安昧 她充而不闻 我送她的惊喜和礼物 她视而不见 孟爷爷 今天小弟我想向您请教 能不能教我几招 能够让他对我说一句 刘翔 你真的很好 这就是我非说不可的烦恼 我们先有请翔哥好不好 有请刘翔跨栏出场 暖暖的999感冒力 温暖你的心 让我们有请烦恼者 大家好 欢迎 律师哥哥好 你好 孟爷爷好 你多大呀孩子 今年23 好 请坐 你从哪里过来啊 我现在在日本东京成天工作 昨天刚从飞机飞过来 女朋友是哪里人啊 女朋友是杨筑人 现在在上海工作 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快一年了 一年了 你看得出来 你觉得她喜欢你吗 喜欢啊 喜欢跟喜欢 但是分手的次数很多 一年能分几次 很多次 她刚才说了十几次 快一年了 分了十几次 平均一个月一次 我的天哪 太难自豪了 我们来看 她们聊天分手记录 打拼 那就分手 我要分手 我们分手吧 干什么的 没有 就是大家都比较忙 工作上 她可能心情也不高兴 比如说她说什么 最近工作很累啊什么的 我就说 嗯 好的 我知道 啊 是这么说的 就是她有的时候实在是工作太累 太坚持半生 我就说 那行 你不要工作了 我养你 你说你养她 她怎么说 她就觉得说出来很幼稚 那要我我也说分手啊 应该怎么说 应该关心一下啊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跟她说她很累啊 哎 你们俩是异地恋是吧 对 一国恋 一国就很容易这样啊 她有经验 这听起来是有经验的 怎么了 因为一国恋男孩很容易给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回答 就是如果我渴了我累了 喝水啊 哎 如果我渴了我自己喝水能解决我 告诉你干嘛 就是要你心疼我说 天哪 你也会渴 原来你不只是一个仙女 你也是个普通人 哇 汉语是开发给男人的我觉得 就是无法涵盖女人的心思 是这样的 因为我认识这个岁数的姑娘不太多 哎 但是我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这孩子她年轻 她这个岁数呢她还能忍 这是我的经验告诉我 这个男孩对这个女孩的喜欢 可能略强于女生对男孩的喜欢 其实醒出来没 哎 女孩好 来 坐这 莫爷爷好 玉琪老师好 金老师好 来 给这个妹子来一瓶 营养好吸收的书画无乳糖牛奶 好嘞 为什么要给她来一瓶呢 牛奶不好喝 你偏作 你偏作 我觉得妹子看起来还是很OK的啊 而且又是扬州女孩 我觉得扬州女孩就是撒起叫来 就是 好可爱啊 怎么哪里作了呢 就是每个女生 我觉得在感情里面 都会有一点点的小计较 然后很细腻的情感 需要发泄一下嘛 你计较了她什么 你比方说聊天聊到最后说个再见 这不是很有礼貌吗 对啊 不 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 就比如说她刚刚说男生 要么就是发好的句号 要么就是再见句号 我觉得应该好的呀 对啊 就是我希望口气热情一点 就是我觉得男生嘛 就是应该该直接表达 就直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就比如说嗯 就是说嗯 好 我知道了 其实是这么回事 就是我们如果在生活之中说再见 没有问题 对 对 但是因为现在全都是通过 小小的手机屏幕 然后来大家交流 变成文字的时候呢 她的礼貌体系又变成了另外一种 对 又变成不行了 对 就是说我三年前跟她的想法是一样 就晚上不是叫晚安吗 叫晚安句号 我现在过来了嘛 我跟她晚安就必须是摸摸哒句号 因为那个微信里面摸摸哒的话 她微信会掉那个爱心的那个脸下来 就是说三年前跟三年后 我被调教成这个样子 我之前也说那个早安午安晚安摸摸哒 我甚至说每天我还会坚持发5.21元的那个红包 给我那个女朋友 她每天给5块2毛1 讲良心话 这种绵延不断的坚持 你不感动吗 可是每天醒过来 早上好点开5块2毛1 到了儿童节也5块2毛1 到了生日也先来个5块2毛1 到了新年又来个5块2毛1 我就比较会期待 你不如攒一个月 到一个特殊的纪念日 你直接来一个大的好了 对 我告诉你 每天发和不发就是一回事了 对 对 对吧 每天都发就是等于没发 那我攒大的一次性发 跟那个每天发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每天发更新 有有有 孩子 孩子 你现在上班了对吧 对 领工资和领奖金哪个你开心 两个都开心 对 不 工资是到了点 不来你就崩溃了 你知道吗 对 奖金是意外之起 对不对 你女朋友平均多少分钟 不开心一次 她真的开始算了 她一定会给你个 多少多少分钟的答案 大概一天 一个小时吧 然后多久会分一次手 平均五天一次吧 是不是有这么个原因在这儿 本身年轻 也不知道怎么相处 是更靠谱的方式 同时呢又远在两地 平时见个面挺难的 那女孩子感受不到 究竟是不是在乎我 关心我呀 就经常拿这种方式 来做个测试 但是有点回于频繁 有点多 其实我是希望跟她很冷静 很平常地沟通的 我们会有吵架的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有一个突然火气上来的点 但是你要收住 你要平下来去好好沟通交流 嗯 对 但通常是我收完 很多很多很多感受之后 她消失不见 她不回 为什么你们不能打电话说呢 就是打电话视频给她 我也打不进去好吗 我连续连续打她也不接 好 我们来看 她们聊天分手记录打拼 微信呼叫 但实际上她正在打电话 对 所以你就打给了她的朋友是吗 按我对她的了解 她现在在盲线 因为这是凌晨了 她会找她的朋友去 然后我就给她的朋友打电话 想问她们在聊什么 在打游戏 就是我真的是男生 很难受很难受的时候 就需要找一个东西去发现 但是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样反而会更加激怒你的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她打电话 因为微信的话 盲线中我是看不见的 小伙子 我就告诉你一条 她这个状态不是想跟你谈 错在哪 错在哪 她这个状态意思是什么呢 咱这架还没炒完呢 你怎么就退出战斗了 我觉得是你们争吵完之后的 这个沟通来得太早了 需要冷静的时间是吗 还没有到可以沟通的那个平台 大家还在那个怒火中烧的那个平台期呢 这个异地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所以呢 要么你们迅速地结束异地 有事当面在一块呢 也好沟通 可是我们当面的时候 她也是这个状态 打游戏去了 就睡着了 就不说话 我特别想问一下啊 你喜欢的什么 老师憨厚 对啊 老师憨厚的另外一个表现面 就是这样的 但主要是 还是有一些非常不细腻的表现 就是我有时候跟她说的事 她get不到我的点呀 我想说的是这个意思 她不知道 我跟她同时说一件事 比如我刚剪了个头发 第二句 我生理期到了 然后呢 然后她下面先是 你头发剪了什么呀 你为什么突然剪头发 然后过了一会儿会儿 给我谈了一个视频 我要看一下你的新发型 我想看一下长什么样 没问题呀 不 她觉得应该先关心她的 身理期会不会肚子痛 或者是不 我是疼痛感非常严重的一种人 她知道的 这就是那种题 来来 我测试一下 你怎么回答啊 我昨天去医院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很奇葩的人 回复 啊 那个人怎么奇葩了 告诉她答案 你昨天为什么要去医院 对 病了 那她应该直接说 我今天去医院了 那为什么要在后面再加一句 我今天看到一个 就是我不想直白地去求关爱 我觉得吧 我每次听到这种事的时候 我觉得 你说人能无聊 能闲到什么程度 才会每天都为这些事 他们都是有单位上班的人的 你要给我个正常的 我们都想给普通人 你说身体好不舒服啊 求抱抱 我懂撒娇 嗯 做了头发 要是我 正知道了 但是孟爷爷 因为他们俩是异国恋 所以女生身边 没有一个人陪着她 那就应该怎么办呢 要么大家都克制一点 都理智一点 要么就个人分了 手边上找一个 我觉得异地恋异国恋 两个人都有需要克制的地方 而不是每天都给对方出题目 嗯 好 我跟我女朋友发一条信息 我已经假定好 一个好的女孩 看到这条信息 应该怎么回 我已经有答案了 好 我发给你 回过来 怎么能 你怎么能这么回 我需要一个答案 你为什么没有给我这样的答案呢 而且女孩我要跟你说一句 就是这一套题 就是我们女孩都会出一套题 如果有一个男的 他每道题都答得滴水不漏 你能想象那个男孩 他有50个前女友 他都给了满分 他在那50座学校成绩优异 这事是这样啊 我是觉得 首先两个人一国 你们可能相伴的时间 本身就会比其他的情侣更短 就这么短的时间 你们要把它用来去吵架 去闹分手 还是说咱们说点更甜蜜的 或者是我们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遇到的 挺有趣的东西 弟弟 我听你说句话 冷白欺负俺了 好不好 这么实在的小伙子啊 就是他比如说日常上面 想买东西之类的 我都会在日本帮他买好 他作为一个优秀的代购啊 说到这个代购 真的就有好多好多好笑的事情 比方说 就是我有一次 让他帮我带一瓶粉底液 我给他配了图 配了色号 我还备注了一次就是 买不到我要的这个 你就什么都不要买了 所以他后来 没有买到我要的这个 自作主张降了一个色号 买了另外一个粉底液 你说我是应该开心 我得到了这个东西 还是生气 你白花了这个钱呢 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是觉得啊 怎么回事 我不是 我要这个的 然后呢 那个粉底液呢 我还留着呀 我想说一句 就是他让我带的那个 我去机场找到了 但是机场当时说是没有了 但是我如果他说你别买了 那我就真不买了 又有事儿了 他说 你干嘛要不买 又有事儿了 你看他 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所以呢 我告诉你 这个事儿呢 作为正常过日子那种事儿 就是生活琐事 哈哈一乐的事儿 你要真是为这个事生气 翻得上吗 一次两次这样 其实不会是经常这样子 还有好多琐事 那你觉得他不靠谱 就别找他买了 后面没有再让他买化妆品了 放弃了 而且女孩儿 我要跟你说一句 大部分的女孩儿 就是碰到这样的男孩儿 就是我男朋友这样 我只会觉得他很可爱 就是非常好笑 对啊 对啊 我想把他分享到朋友圈 这个事儿啊 其实是这样 你看 你们一开始交往的时候 肯定不是每天都是正常的 没有没有没有 对吧 渐渐的呢 就变成了这种纠缠 捏着这个辫子不放 那个捏着那个茬不放 你们这样 回去之后呢 下载今日头条APP 看到了什么有趣的新闻 互相转一下 就着这件好玩的事儿 可能就能聊得非常的顺畅 我觉得啊 聊到这儿 我们很难在他们这些 恋爱的琐事当中 你非得分个是非 嗯 谁对谁错 这很难说 但是我相信大家能看得出来 这个小伙子有多老实能看出来吗 嗯 很努力 他对他的在乎 表现得那么的笨拙 就这样他是不满意的 所以呢 我就觉得 男人的世界和女人的世界 是不那么一样的 有一些事情 没习惯上楼 对不对 出去玩大箱子装箱 这就是应该男人干的事儿 你非要说 他分清眼影的色号 口红的色号这些事儿 何必呢姑娘 大家谈恋爱 工作都挺忙的 有空在一起 高高兴兴地说一点 哎 让自己愉快一点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一点 我看过无数离婚和分手的 原因千奇百怪 有一个共性点非常高的都是 女人拿离婚和分手当歌唱 我碰到过一个人说 我说为什么离婚呢 我老婆结婚开始 第一个月就开始跟我说离婚 我说了多久啊 说了一年半 最后怎么离的 我第二百次的时候 我说好吧 我的意思是 女人可能说了二百次 没有离 男人只要一次说好吧 就离了 你如果真的奔着这个去呢 你可以早上一次 中午一次 晚上一次 你就等测试 他哪一次跟你说好吧 如果你还觉得想好好过 就大家都克制一点 在男女交往当中 男人永远要学会包容理解 女人永远要知道适可而止 那投票 大家觉得男孩的苦恼 能不能成立 喝口好吸收的 书画五乳糖牛奶 来请观众投票 你发表一下获奖感言吧 128个观众听你的 我就想说嘛 就是关心他也是有的 但是我就希望他工作上 情绪上的那些压力嘛 释放出来就好了 不用有时候不用太为难自己 嗯 那你表个台 其实刚刚生活琐事说多了 我知道有些东西 情绪是我没有太控制得住 因为人不在身边嘛 大家很难很难见到面 我们在一起快一年300多天 只有20天见面 嗯 这才是关键 他很不容易 而且其实我是愿意去 规划我们的未来的 从他第一次五六月份跟我说 他想学一点小手艺以后 回国好自己开店 我说你去学啊 然后我七月份 我八月份问他 你有这个计划去学吗 他说 啊 现在工作太忙 那就算了 先以后再说吧 包括他后来跟我说 明年我回国 我心里很开心 我就说 那你回来想找什么样的 方向的工作呢 我可以帮你看看 他说 我回国之前再说 我觉得这些事情多了 其实在安全感上面 会给我大大折扣 哎 我想问问姑娘 你想分手吗现在 我来之前 其实这些事抱怨多了 还是有一点这个想法的 现在呢 毕竟其实我也知道 有些事我也满足的 我可能也会检讨 检讨我自己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 耳听为虚眼见为虚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特别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们看到的那个眼见为虚 其实往往只是 事物的一个局部 我们很难看到事情 全部的样子 对 而有的时候事情到最后 往往会有一个意外的反转 而且这两个人 因为距离 让他们的温暖 没有办法面对面的 直接传递给对方 所以呢 所以看片 你快进去吧 我走楼梯 其实就像刚刚那个故事一样 双方不要一次次地 去定论对方的心意 而是在细节的地方 慢慢地去感受它 可能对方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偷偷做了很多温暖的事 就像觉觉觉觉感冒灵一样 偷偷温暖你的心 你呢首先对于远方 对于未来的前景 是否要往一块凑 将来会是什么 不但要有一个勾勒 有一个想法 你还要为之而实践 对吧 然后你呢 主要就是看看这个眼前 每一天怎么过 咋还有那么多 撕来扯去的事呢 对吧 他刚才说到你们未来怎么发展 女生在这个事上面 有一些不确定性 有一些焦虑 有一些不安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是安全感 在这些问题上 你倒应该跟他沟通 刚才说的这一点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好不好 对 该怎样就怎样 一会儿邋遢是吧 恭喜你 获得ABC提供的关爱大礼包 烦恼不见 自在书心 我希望就是这些小摩擦的话 以后的话就是尽量大家都互相体谅 我觉得孟爷爷他们说的 其实很多事情很中肯 我可能也会好好反思一下 我自己的一些行为 有时候不要把自己的情绪 放那么大 也去学会体谅我身边的这一位 好吸收的书画五乳糖牛奶 我们来和老孟聊聊天吧 来自福建泉州的欧阳先生 从小到大 我都活在姐姐的光环下 因为她实在是太优秀了 而我却很普通 爸妈张口闭口都是姐姐 连走亲访友都是环绕着姐姐 谈起姐姐满脸都是笑容 可是一说到我 他们连我的全名都不喊 只喊我小丽的弟弟 或者是那个谁谁谁 孟爷爷 我现在每天都活在姐姐的阴影之下 感觉很压抑 我该怎么办 我 你比你姐姐优秀太多了 你有一个超棒的姐姐 但是你姐姐就没有一个超棒的弟弟 对不对 对啊 好开心哪 对不对 像我从小就是那个 跟所有的孩子比 都会输掉的那个孩子 我就在 我就在这样子 打乒乓球可以 就打乒乓球还行 可以 我在小学时代 就靠这个活着了 直到被那个省队的 就是不去省理 实在学校 这个孩子啊 这欧阳这孩子 应该跟他的父母好好谈的 父母在处理 几个孩子的关系的时候 有一个特别优秀 做父母的 要特别有耐心的 特别要去关注一下 那个弱一些的那个孩子 对 他内心的脆弱 对 这点真的很重要 而且所谓的优秀 都是阶段性的优秀 跟区域性的优秀 对吧 阶段性这点特别重要 你知道以后 步入社会之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没错 而这样的孩子 特别容易在这种比较当中 受到伤害 其实成绩之下的孩子 并不是说 就喜欢听被批评和被骂的这些话 成绩差的孩子 也知道成绩差不好 他也羡慕成绩好的孩子 他需要有更好的方式来学习 或者是他本身在这个学科上面 的确天赋就是不如人家 对对对 来 来自南京的周女士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 供他出国留学五年 没想到他学成归来 是只白眼狼 先我房子小 先我赚钱少 自己搬出去住以后呢 水电要我去交 前段时间 要我给他买两宝马 油费什么的还得找我要 说他两句 脾气比我还大 我想来节目里面 找您来评理 但是他不来啊 他不仅不来 他还骂我 骂我给他丢人现眼 孟爷爷 求您帮帮我这样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 新的999感冒灵特约播出 我是一个单亲妈妈 一个人辛辛苦苦把儿子养大 供他出国留学五年 没想到他学成归来 是只白眼狼 先我房子小 先我赚钱少 自己搬出去住以后呢 水电要我去交 前段时间 要我给他买两宝马 油费什么的还得找我要 说他两句 脾气比我还大 我想来节目里面 找您来评理 但是他不来啊 他不仅不来 他还骂我 骂我 给他丢人现眼 孟爷爷 求您帮帮我 这样的儿子我该怎么办 他也知道丢人现眼啊 这特别不容易 一个单亲母亲把孩子 一个人拉扯得这么大 送到国外念书 真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女人的一生 这一路 特别不容易 我认为是不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是不是在她成长得 更小的时候 正是因为有很多的 我只能是猜测 可能武断了一点 可能尤其是一些单亲妈妈 离了婚 离异之后 就怕自己的这个婚姻的失败 或者离婚了之后 给孩子造成了缺少父爱啊 然后就孩子要什么都给啊 就怕你吃得一点亏 心里不能有一点委屈 什么都给你 什么都满足 就怕 就要小心地去呵护一个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反而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给了孩子一种 特别不好的一种心理暗示 就是把它焦纵到今天这个样子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一定有 我刚才说的那一条 倒是想从我 从这个角度 给一些单亲家庭的父母 一个提醒 就是不能因为自己婚姻的解体 就觉得可能亏欠了孩子 所以就 有加倍的补助 对 就是过分的补助 不计后果的 没有理智的满足孩子的一切要求 他们就会觉得 因为他们对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带有了一种 特别不好的心理暗示 就认为我们缺失了某种东西 所以我们要对社会 对他人 要从他们那儿可以肆无忌惮地 攫取到更多的 有可能会造成这样的一种 一种心理暗示 我认为这是单亲家庭 教育孩子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那对于春女士的这个儿子 我们这儿三言两语 可能说不了 对 没有办法影响到 这个小伙子 现在做的这些事情 但是我能够安慰自己的就是 他不愿意跟妈妈来 他觉得到这里来丢人现眼 所以他至少在价值观上 自己是明确的这件事情 的确不是什么能够拿出来 让别人听到还不被骂的事儿 只能盼望着他慢慢长大吧 好吧 本节目由暖暖的很贴心的 999感冒0特约播出 能盼望着他慢慢长大吧 好吧 好了 感谢收看今天的 有话非要说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下载喜马拉雅FM收听节目相关资讯